我们为人处事应该广结善缘 善待每一个人 不管什么时候都要为别人着想 帮助别人就是方便自己 民国初期军阀混战时期 一位高僧受到一个大帅的邀请 去复树烟 在吃饭的时候 他突然看见树菜当中 有一盘菜里边有一块猪肉 这个高僧的徒弟 以为师父没有看见 故意的把这块肉就挖出来 搬出来 高僧立刻用自己的筷子 就把肉遮盖起来 然而这个徒弟 一看 师父怎么没看见 又把这个肉翻出来 打算直接让这个大帅看一看 这个高僧看到之后 马上把这块肉又翻下去 把其他的菜把它遮起来 然后轻轻地在他徒弟耳边说 你要是再敢把肉翻出来 我就把他吃下去 我就把他吃下去 徒弟听到之后 就再也不敢把他翻出来了 最后高僧辞别了大帅 在归寺庙的途中 这个徒弟跟师父说 师父啊 你想一想 这个厨师明明知道我们不吃荤的 他为什么要把猪肉放在素食当中 我当时只是想让大帅知道一下 处罚他而已啊 高僧说 弟子啊 每个人都会犯错 无论是有心还是无心啊 如果刚才大帅看见这块肉 圣怒之下 把这个厨师宰了 枪毙或者严重的处罚 这都是我们学伯人不愿见到的 所以你再让他看见 我宁愿把肉吃下去 也不让他受惩罚 徒弟点点头 生生的体悟这个道理 所以中国的传闻话说到 要千百人之欢 不如示一人之冤 意思就是 你让千百个人都欢乐 还不如你去宽恕原谅一个人的冤屈 做洗千百事之容 不如免一事之丑 意思就是 你做千百个很光荣的事情 你还不如去免去一件事情的丑陋 所以与人为善 处处要为别人想 你才领悟 佛学和禅学 真正的境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